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前盘面上怎么观察 先来请教张雨明分析师 好 泰国今天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今天是小涨42点 大盘在这里887点的区间 已经盘整了55个交易日 行情怎么看 很简单一句话 没有量就没有价 量能上不来 它就不可能突破盘整区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盘整区是大涨4500点之后 在这边做盘整 目前是第55天 我们把这里放大 原来变这辆土 那我们发现这个盘整区是887点 中线12587 那目前来讲是站上中线的第二天 那我们再往前看 这55天里面 很少跌破这条中线 有没有看见 有 这边4天 这边一天 第二天它就已经站上了 收盘就站上去了 这边都没有 那接下来最近跌破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最近突然跌破六天的中线 又站上去中线两天 那这个能够站多久 就可以看到大盘的强弱 那如果单线没两天又掉下来 那就知道这个状况是不妙了 有时候我们年纪慢慢大 有发现一些长辈慢慢慢慢都走了 那走之前通常都会生病 住院 所以有时候看到救护车 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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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然后把这个长辈载走了 第一次很不错 三天就回来了 第二次隔没几个 又送去医院了 救护车把他载走了 这一次可能比较长 可能七天 又回来了 下一次可能就很长了 一两个月了 万一再出院那可能就 再回去就没有了 所以当住院的时间越来越长 那表示身体越来越糟糕了 那同样大盘 这里如果是一个盘整区 那你想想看 这条中线跌破的时间如果越来越长 那表示这个盘就越弱 很简单的道理 就像住院一样 你应该在外面生活 怎么跑到医院里面来了 还生病了 所以如果跌破这条盘整区的中线 越来越久 时间越来越长 那表示这个大盘就越弱势 后面就会很不妙 那我们说量价关系 量就上不来 你看这量就没有 历史最漂亮 3474亿 今天大概1600亿 所以我们这个量上不来 那很简单 没有量就没有价 好不好 那我们说盘整区要怎么突破 量仙价行 带量冲锋 没有办法量上来 那冲不过 第二个要有主流股来带动 那很可惜 现在盘面上没有主流股 好不好 第三个 市场要能够多认同的利多 有这样的利多发布 这个比如说 这个iPhone 12 发布了 那我们台湾很多厂商 都抢到它的订单 带动业绩的成长 那市场也都认同苹果 那就有机会 那如果没有市场上 多认同的利多来带动 那对不起 这个盘就拉不上去 那有个小利多 它带不动盘式的 像风力化电 一年就是2000亿的订单而已 它没办法带动 这个大盘有效上工 所以这个市场都能够认同的利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那我们说目前最大问题 当然就力量不足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说这种盘整区 是最难操作的 盘整了55个交易日 那如果盘整区都能够作营 那非常了不起 因为盘整区很容易 追高杀低 散户的毛病 跟福音师的毛病 是一模一样的 福音师就是有证照的散户 不就是这样而已吗 说穿了不是这样吗 操作股票也是套一堆 那你想想看 操作上很容易犯的毛病 就是最高杀低 看到股价冲了才要追 一追就是高点 因为盘整区 所以这个期间 55天要赚钱 真的很困难 张艺民很庆幸 能够拿出一些绩效 来给投资朋友看 给我们的客户交代 非常的开心 然后这段期间 大概两个月又零两天 我们已经操作28笔 其中25笔已经回补了 这里面有22笔赚钱的 两笔小赔 小赔是5.4 一笔是平盘 平手 赚了钱80.75 扣掉赔的5块4 所以净利是75.35 75.35什么意思 一张就赚7万5 说真的要跟我们操作客 我们要再做一张的 10张 算是最小的单位 那就赚75万 这55天能够赚75万是了不起的 那如果是100张 那就750万 好 这是特别会人的部分 操作25笔一样 两个月零两天 好 这个回补了21笔 其中18笔是赢 3笔小赔 3笔小赔加起来是8.35 赚的是156 这一加一减 净利是147 147.85 什么意思 一样一张 一张就是14万7 当然不会做一张 做一张自己做就好了 最低消费10张 10张就147万 所以我们这段期间才能够做到 一定个绩效拿出来 那当然是非常非常难的高手 才能做得到 好 那我们看大盘的格局到底是什么 从股神系统来看 这一段 那当然就要多头 因为它三线反多 这里开始怎么样 出现卖出讯号了 1 2 3 4 5 5个卖出讯号 目前三线破两线 这两线空头反弹 区域线已经跌破 所以它就是一个空头反弹 那我们上面五个卖出讯号 所以四个字 乌云密布 虽然在反弹 我怎么看 还是四个字 就是乌云密布 这个乌云密布的格局 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电子股 当然有人会说老师 可是没有人说乌云密布 每个人都说很好 好像台面上只有张艾明 少数一两个人在说这个盘不对 这个道理很简单 那不是说大家都讲多头 张艾明很少数讲空头 那我就是错 这又不是选总统 投票赢人多 不是这样 那我们再回想到农历联锋关 这里 这天就是1月20号 农历联锋关 这里的时候也是每个人都看多 说要开红盘 新春要开红盘 所以每个人都压多 张艾明 独牌中一跟他讲 这个格局不对 因为上面出现两个卖资讯料 三线都在临走 快要跌破了 所以我跟你讲 初清所有的多单 封关当天的节目 这YouTube都还在 反手放空 而且把所有基金全部空满 这是我当时讲的 没有几个认同 后面新春一开盘 大家都认同了 为什么一跌快700点 反弹之后跌3600点 所以大家都 哇 张艾明你真的太厉害了 在封关的时候 就跟他讲这格局不对 张艾明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股存系统 这里 我看这里就知道了 看懂吗 上面出现卖出讯号了 那我们说今天的格局 比当时其实更险峻 这更危险 吃好没有 这个任何 看多的方向 所以我说很简单 四个字是乌云密布 怎么看 怎么看都是乌云密布 好 讲到这里为止 好 那我们再从今天成交值排行榜来看 成交就成交量 成一成交价 这是市场最关心的股票 最多资金集中的股票 发现两个大族群 第一个叫做半导体 连电台积电 第二个叫IC设计 我框起来这个都是 所以你发现 最大族群就是这两个 所以当你把这两个搞清楚 大盘的方向 就大概不会有什么差别了 来 我们看台积电 台积电的格局 上面出现三个卖出群套 三线在多方 可是非常的脆弱 没错嘛 股价你看在高点 可是我看是现行是不对 看懂意思吗 来 连电比台积电更强 原因是三线架构更漂亮 所以你看这一波涨势 比较漂亮 有没有 比较强劲 台积电就在那边平盘整理了 有没有看到 这边整理了 所以我们说连电的走势 三线架构更漂亮 走势就更强 答案就很简单 连电 台积电 台积电的全值 占大盘的多少 百分之二十三 占电子股百分之三十九 所以你看只要台积电在涨 台股很多股票 跌了跟猪头一样 你都看不出来 因为被台积电掩盖掉了 台积全值太高了 太高太高 没办法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现象 那我们第二个主题 就是IC设计 来 联发科今天涨6% 你告诉我这对不对 当然不对 哪有对 在空方哪有对 它已经转空多久了 两个月了 好不好 一样的IC设计 投资朋友 这一天跌破 三个月的底点 反弹之后 还是一样维持空方 而且曲线越来越强 空的力量越来越强 所以我的看法 完全都没有变 事先就是空头格局 好不好 连扭也是一样 跟联发个人类似 对不起 它还是空头格局 好 利基也是一样 它就是空头格局 一二三四五 五个卖出讯号 好 松翰难得一见的 IC设计股多头 可是多头非常的脆弱 看懂吗 这是非常脆弱的兜头 好不好 这边盘整区 几个压力 五个压力 怎么突破 跳空 加长红棒 突破这个盘整区 所以看到这两股票 你也可以回想大盘 现在就是五个卖出讯号 那如果将来要突破 怎么突破 就这样 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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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而且一定要三线万多 没有就无效 懂意思吗 三线架构要漂亮 你看三线架构不漂亮 所以上去以后又下来 涨不动了 现行还是非常的弱势 所以你要看股票 就这样看而已 好不好 好 上尾头 风力发电 对不对 第一线在多方 第二线在多方 第三线非常脆弱 第三线动能线 上攻动能不足 压力还没有克服 是不是 好 滑通PCB 对不对 当然不对 这转空 两个月以上 这是空头格局 你不能把他看作多头 不一样 星星 上面出现四个卖出讯号 三线在临走附近 可是上档压力非常沉重 这已经明显转弱了 格局不对了 蓝电 三线跌破转空 上面出现一二三四 四个卖出讯号 这边大涨你可以做多 来到这里 你做多已经赚不到钱了 非常的明显 金箱电转空一个半月了 没有任何疑虑 这个敌人的部分 卖出讯号一大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从这边用 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为什么他长不动 原来如此 好 那我们看今天这个长红棒 今天这个长红棒 五十九年三 那请问有没有克服这个压力 六十一 六十一点五 没有 没有克服 懂意思吗 三线架构对不对 当然不对 第一线太短 代表上档压力沉重 所以这种股票我不会碰 答案就这么简单 原金漂亮 今天涨快四倍了 因为它是三线贩豆的格局 没有一个卖出讯号 有时候我解盘的时候 老师 没这个漂亮的 有啊 当然有啊 问题涨四倍 你还敢买吗 对不对 那下次贩豆的时候 一起来买 我带你来做这种股票 好不好 一定有机会的 只要股市开门 这种机会都是存在的 但是你不要去买弱势的股票 买卖出讯号一大堆的股票 买三线转空的股票 这样你是赚不到钱 你要买 请你买三线贩豆的股票 没有卖出讯号的股票 我刚刚讲那么多股票 漂亮就这么一档 还没有第二档 就这么一档而已 对不对 好 原钢一样大涨 大涨完之后 一二三 三个卖出讯号出现 请问这对不对 第三线还在挣扎 第一线第二线非常脆弱 上面已经出现卖出讯号了 这当然是不对的 你在这种股票做都已经赚不到钱了 好 郁金光光学 对不对 一二三 三个卖出讯号 三线跌破转空 卖出讯号早就出现了 所以我早就跟大家讲 超过两个月跟他讲 不要去买光学一间光 不要去买股王大力光 对不对 来今天的新闻 大力光下修目标价了 被外资下修了 可是当你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对不起 那股价不小心跌到哪里去了 发布利多 股价也涨不动 这是今年来第二度 第一度是三月 第二度占上五十亿 可是怎么样 股价却跌破了半年的低点 到这边 当你看到消息也没有用 利多涨不动 利空外资看空 看空股价早就已经跌到六个月低点 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你看那些消息 看那些新闻 对你的股票操作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有没有道理 你不要卖到高点不是很 你卖在这里你不会很痛苦 都跌三成以上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怎么样避开这种股票 答案很简单 我早就跟大家讲 这格局不对 卖出讯号一直出现 这格局就是不对了 你这三个多月 四个月 你什么时候听我跟你讲 大力光是OK的 我绝对不会讲出这种话 懂意思吗 但是你不懂你就会去买 买了你最少就要赔三成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来 细利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大堆卖出讯号 跳空长停板 再一个跳空 可是长不动 为什么 第一线根本没有翻多 这个就是所谓的假突破 懂意思吗 买来这种股票就要小心 好不好 这格局是不对的 好 简报来看新闻 好 上瘾订单满手 好 那请问到底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当然不好 利多也没有用 还是涨不动 股价早就很转空了 所以这一段 为什么涨得这么满山 你看走路这样 这个你没有觉得 好像生病了一样 他在跑步 在跑马拉松 要跑42公里半 他跑每一两公里 好累好累 我休息一下 对 卖出讯号出计 好累好累 我休息一下 好累好累 我休息一下 请问这是好的选手吗 生病了 看不出来 一大堆毛病 对不对 好 突破之后 对不起 第一线我太短 上档压力沉重 接下来要变成粉红色 又不对了 因为第二线又跌破 第三线又跌破 整理完 最后一个卖出讯号出现了 然后就崩盘下来了 今天发力都有用吗 发力都有涨不动 懂意思吗 所以这种股票 可不可以去买 当然不会去买 张爱明也不会买这种股票 但是我现在很多人会去买 买来就准备套了 对不对 来 新普 9月营收 第三纪要供点 很好啊 好漂亮 对不对 那请问股价到底有没有像营收这么漂亮 好像没有 好像很糟糕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早把它卖掉 早把它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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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开心 卖到高点 现在呢 对啊 这个反弹你是要哭还是要笑 如果你有的人 对不对 你看跌那么深了 不是吗 营收创新高也没有用 不是营收创新高吗 股价还是涨不动啊 懂意思吗 这还是空头格局嘛 所以看到空的时候 看到卖出去 要出现赶快跑 不要跟他啰嗦 啰嗦你会受伤 庸智来 第四季看淡不淡 出货忘来 那股价怎么在这里 股价为什么要在这里 为什么在这里 头中你想想看 那你不是应该卖出去 要出现早就该跑了吗 你不跑 你不是套三个月了吗 所以做股票 绝对不是看报纸做股票 你绝对做不赢了 你永远都是最高杀低的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双红前景亮丽 来 对不对 一二三四 四个卖出讯号了 三线非常的脆弱 所以我赞一鸣 双红你怎么看 我不看好啊 为什么 这么多卖出讯号怎么会好 三线都快挂掉了 怎么会好 好不好 来 智邦 业绩强 到底好不好 来智邦 你告诉我好不好 一大堆卖出讯号 一二三四 我的提案 你数了千几个吗 这种股票怎么会涨呢 所以如果你买错股票 每一次买错股票 就在缴学费 每一次买错股票 就被教训一番 就像你碰到一个高手一样 你每一次出钱 跟他打 就被他打得鼻青连走 因为打不赢他 人家是高手 那你每次买到 一大堆卖出讯号的股票 你就被修理一顿 那你被修理的过程 第一个 时间浪费了 第二个 钱赔掉了 第三个 心情受到影响 哪一个人赔钱 我很高兴的 应该没有吧 都是没有 所以在股票市场 是要来赚钱的 是要来开心的 是要来愉快的 是要来实现你的梦想的 是要让你怎么样 财富能够 及早能够脱离 束缚 能够财富自由 但是你买到这种股票 绝对不自由 而且越来越痛苦 有没有道理 这种卖出讯号 一大堆的股票 空头格局的股票 你一定要看得懂 非看得懂不可 而且要避得开 不然永远就是赔钱 赔时间 浪费你的心钱 影响你的情绪 对不对 好 获利永远是检验投资的 唯一标准 你要把这句话记起来 没有办法获利 一切都是空谈 有没有道理 来 真真实实的获利 永远都是最可贵的 这两个月盘整 不好做 张一铭脚出一点 不错的成绩单 这普通会员 赚75.35 特别会员赚147 给会员一个非常好的交代 这样就够了 你要什么 你就是要这个 要不然你要什么 营收很漂亮 你的公司 你买了股票 应收很漂亮 股价一直跌 你要这种股票干嘛 最后股价跌 就是你赔钱 不是吗 所以你要看的是什么 很简单 要看的是他到底 有没有卖出去 到底是不是三线翻多架构 不是 你就不要去碰 懂意思吗 张一铭讲的任了一天 拿出来的 任了一天 任了一笔 绩效造假 全额退费 所以我不会拿假 计较上电视 敢讲这句话 了不起 敢讲这句话 很有面子 刚刚在电梯里面碰到一些 是一些 你们常常看到电视的名罪 我看到我都头低低的 很简单 计较拿不出来 不然这个鬼扯 张一铭哪天拿出来 一定是真的 绝对不会拿假的上电视 敢讲这样就了不起了 你跟了任何一个老师 敢讲这样 了不起 我都认同 只要敢讲这句话 我都觉得很很好 只要敢诚信 带会员 带客户 诚信接盘 我都觉得非常了不起 好不好 走向成功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跟成功者为无 有没有道理 东森粉丝 那里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加入我们的Alt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 跟电话就可以 我们把时间交给明君 好的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君请张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掌碟密码 我们再把时间 交给张老师 好的 我昨天跟一个好朋友聚会 他当然带了他的好朋友来 这些都是有妥有脸的人 第一个 社会地域都很高 第二个学历也都很高 他们问了我一些股票 那我答应在今天的节目上 把它讲解一下 我当天昨天没带电脑 好 那我们说人要不断地学习 就是要缩短 现实跟梦想的距离 你想要财务自由 但是如果你买到错的股票 你的财务就不会自由 对不对 那我问他你为什么要问我 我当然要问他一下 我说你为什么要问我 他说张老师 你敢在电视上讲 任了一天 任了一笔 绩效造假 全顿退费 而且在这个盘整区 你能够做那么好 我相信你是真的有本事 这个绝对是正确的 好 我们敢讲 当然敢讲 我们不会做假资料 所以我们说我们总共 普通问中 资料75.3 这两个多 两个月有零两天 好 所有操作都在这里 不会造假 好不好 好 特别会资料147块 净赚 扣掉赔的 147 如果实账就147万 这都是真真实实的 所以他佩服我 他说你敢讲 任了一笔 任了一笔 任了一笔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任了一笔 只要造假就全顿退费 他说是很了不起的 好 感谢大家的肯定 那我就把他们的股票 不分了 因为他问很多 我把它记下来 那今天一次把它讲完 来 原刚 对不对 上面出现三个卖出讯号 第一线 第二线多方 可是很脆弱 第三线已经快要跌破 在零走 所以这当然是弱势的股票 有的人我建议要出场 好不好 好 万论 多头 可是很弱 第三线很短 有没有看到 一直出现卖出讯号 我们刚刚讲过 一个人去跑马拉松 跑没两下 等一下我累了 我休息一下喝个水 这个不可能得冠军 这弱势的 多头 弱势 好不好 信皇 一大堆卖出讯号 这我不用讲了 这根本就不对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 不可能赚钱了 不管你听什么消息 听哪一个老板讲 都一样 后期他没有骗你 营收很好 可是股价涨不动 这是事实 你卖出讯号太多了 好不好 来 玉泰 对不起 两个卖出讯号出现 三线这么脆弱 这股票 我的看法是应该要出场 好 这个加深电 这个也不对 两个卖出讯号出现了 三线非常脆弱 上档有压力了 好 万论 刚刚讲过这格局不对 好 待极 对但是不强 因为第二线 第三线都在临走附近 多头可是不强 好不好 客家 对不起 转空了 转空快一个月了 所以这股票 我建议要出场 好 宣德出现一个两个 四个五个卖出讯号 这格局当然不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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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最大荒唐就是烂股上纠缠 刚刚你可以发现那些股票都是社会先打买的 一大堆烂股 因为他们没办法选择 那如果在烂股上纠缠 当然会烂毁你的时间 烂毁你的钱 甚至烂毁你的青春 对不对 烂毁你的生命 影响你的情绪 来 哪些 这就是不对 一大堆卖出讯号 有没有 来 康有 你看 一样 康有当时也是基本上大都很好 最后 股票可能要面临下市命运 来 历程 对不对 不对 当然不对 不对很久了 对不对 当然不对 转空很久了 群联 好 高际 天哪 这四个月的高点好像再也看不到 有没有 好 可乘 很多人说可乘 可乘 多好 多好 对啊 以前很好 以前的确很好 现在不好了 为什么 转空了吗 卖出讯号一大堆 好 国际 股价跌破半年低点 好不好你继续看 股价不会骗你 财报可能会骗你 股价是不会骗你 股价就破定了 半年低点 有没有 来 通信店 这格局完全不对 好不好 好 云象 这也不对 所以你不用怀 一大堆卖出讯号 压力非常沉重 好 大立光股王 对不起 转空已久 股价跌破半年低点 卖出讯号一大堆 好 股市最大忽然就是 烂股上纠产 烂股就是卖出去那一堆 两线或三线转空的 赵爱民跟你讲 这个道理是永远不变的 好不好 股市里面只有两种人 一个叫猎人 一个叫猎物 猎人 永远追杀猎物 猎物永远都是猎人 狙杀的对象 他不会跟你客气的 老五看到棉梁 看到小鹿 他会跟你客气 我会把你咬死 他不会跟你客气 所以他能努力让自己变成猎人 不要买烂股变成猎物 好不好 来 走向成功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跟成功者为伍 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 你如果老是买一些烂股票 到处听消息 听名牌 有一天你会后悔莫及 你也赔很多钱 所以走向成功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跟成功者为伍 不会做 他带你做 你干嘛自己乱做 好 东森粉丝那一手机 扫描完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 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股票的问题 你也不用客气 就把它发上来 把股票代号一并写上 你买了多少钱 或是你看到什么利多 名牌都穿上来 赵爱铭会很客观 跟你解说跟分析 要记得那一手机 是扫描的QR Code 就用那一家朋友就可以 扫描完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问题 股票代号 一并把它留下来就可以 我们把时间交给明君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律所 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可乐送益杆 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